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现在我们要讲第二点 就是孙子他想到人要自动 可是实际上看人是不会自动的 大家现在还可以观察 你看小孩子很自动 但又长大他又不自动 你去看那个小孩子 只要他看到爸爸拿哨把在扫地 他自己就会很高兴去拿哨把要来扫地 可是每次都挨骂 每次都挨骂 大人说你会扫 他怎么不会扫呢 他只是用他的方法在扫 可是大人认为你没有按照我的规矩 我们很喜欢自动 但是一自动就挨骂 所以骂到我们不敢自动 我想这个是个事实问题 几乎人一到成年了 他都不太敢自动 因为他觉得动则得咎 我这样也挨骂 那样也挨骂 那我不如被动算了 所以长期以来 我们都被灌输一种观念 说人很被动 尤其是中国人最被动 往往推一下 动一下 不推 才是不动 这都是事实 那因此呢 孙子又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 怎么样使人自动 其实孙子变化没有提这一段 但是我们可以领会到 他是得到大雨的教训 我们中国人对这个雨滴 是很有深刻的印象 因为他自主于对得很成功 所以我们先把这一段来说一下 黄河自古以来就常常泛滥为灾 弄得中国人非常的头痛 你不能不理他 所以就想尽办法要治水 要把水治好 就派了谁呢 派了雨的爸爸去治 雨的爸爸也是个很聪明的人 他认为你水要冲我 是不是 我就挡住就好了 所以他用的方法就是什么 就是阻挡 可是越挡 你发现水的力量越大 你什么滴 他都给你冲垮 所以他徒劳无功 所有再坚固的滴 只要你不符合水性 你看水很柔 最后他无比的干强 通他把你冲垮 所以他就被杀逃了 杀逃一整半 他儿子就来了 儿子 你再治不好 你就知道 你爸爸是什么下场 所以为什么说 大雨治水十三年 三个家门而不入 所以那另外他不敢回家 他怎么敢回家 一回家就没有命了 所以大雨治水 平良心讲 他应该感谢他爸爸 我这话就说 如果没有他爸爸的失败 他就不会悟到说 我爸爸为什么牺牲 因为他去防治水的时候 他用的是阻塞 用的是防治 我现在要倒过来 他就开始用疏导的方法 一疏导就成功 所以他也变成很伟大的领袖 水 你看他很软弱 但是他是无可抵挡的 他很强 水很弱怎么会变很强呢 就是当他的势力很大的时候 你就抵挡不住 所以我们就考虑到这个 事的问题 形势所在 任何人都拿他没办法 所以你要一个人跟你鞠躬 你再怎么规定 他不鞠躬就是不鞠躬 但是你很简单 你只要把你的门弄低一点 他每个人都跟你鞠躬 因为他要进门来 他不得不鞠躬 所以中国人才会体悟到说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你要每个人跟你鞠躬 你就办公厅的门改矮一点 所有人一进来都跟你鞠躬 你就很愉快 你只要造成那个形势 几乎没有人抵挡得住 这是大于治水 给我们最好的启发 孙子一定也是从这里得到一个教训 他去看那个水 他第一个发现 水有目标没有方向 水是有目标 但是他没有方向 不像西方人 西方人有目标还要有方向 这个惨了 所以他只会走直路 专门有目标 但是我看哪里省力 我就往哪里走 没有关系 我很会走迂回的路 这样我根本很省力 但是最后我还是到达目标的 目标是不能变的 方向随时可以调整 这是我们跟西方人一个很大的不同 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你看看水的目标是什么 水的目标就是流向大海 没有哪个水是例外的 全世界的水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大海 就是大海 但是呢 这边没有阻碍 我就往这边流 你有时候看它越流越远 越流离大海越远 但是没有关系 终于一天它转回来 最后还是流入大海 这样各位才知道 中国人开车 眼睛看前面还要看八边 外国人开车只看前面 绿灯他就知道了 他就通了 中国人还没有绿灯 我就知道 因为看这边是黄灯 我就绿灯了 你好好去体会 中国人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是受了黄河的影响 非常之深 那个水啊 只要你把那个地形挖好 它一定自动 所以孙子就讲出一个 叫做四行之术 四就是表示展示的意思 我把这个地形展示出来 那你乖乖地 会流到我这里不可 我只要把这个形象展开了 你就自动 你看人家的水 我们中文最懂啊 人家的水 我想把它引过来 我只要把那个水的通道 跟它开好 我什么事都不要做 它水自然就流过来 把那个形式把它展开来 显示出来 员工看到了 他自然而然 他就自动 这个其实 中国人都很熟悉的 叫做诱德诱敌之计 诱敌 诱就是引诱 引诱敌人的一套方法 你怎么去引诱敌人 很简单嘛 你假装退 你怎么假装退呢 一个军人 他一定要吃饭啦 我有多少军人 就要搞几个照 现在我每次退 一退五十里以后 我的照减少了 再退 我的照又减少了 然后敌人就知道 你里面有很多生病的人 你看吃饭的人 也吃不下去 然后又逃得快 他就来打 然后你再回头去打他 你一定赢的 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方式 可以诱敌来进入 我们的陷阱 然后我们掌握到 非常有力的情势 我再说一遍 人与人不是斗来斗去 这个叫斗来斗去 就没有意思 而是顺应来顺应去 我今天把这个奥秘 彻底说清楚 就说我希望减少你的压力 你也希望我减少我的压力 你从这个做出发点 你来用计谋 大家会非常愉快 老是斗来斗去 最后是两败俱伤 那不是好现象 所以很多人看了孙子兵法以后 他总觉得 哎呀 人与人要斗来斗去 上师跟部署斗 部署跟上师斗 结果大家都很累 不是这样 我很尊敬你 我很看得起你 我如果直来直玩的话 你就很有压力 现在我没有 我只是摆明在这里 你要不要来 我尊重你 你要来 我很高兴 你不来 我不勉强 这样叫做 诱敌之急 所以 你不要直接了当 去告诉你的部署 要做什么事情 不要 我想我当主管是很久的 我很少直接了当 去叫我的部署 你要做什么 我很少 比如说我要把这个板子搬动 我不会 下命令 你来 把这个搬过来 我不会 我会自己跑过去 然后试着去拉拉看 如果我一出手 大家都不理会 我就要检讨我自己 我自己领导有问题 每个人都看到我要动 居然没有人会动 就表示我领导有问题 那我怎么办 我就干脆暂时不动 我就回来坐下来 我说人啊 年纪一大 连个黑板都拿不动 就是把我那个形式 已经展开了吗 对不对 然后我再去拉 这时候百个人都上来 你要干什么 我说没有没有 他们就说我来我来 我说等一等 我想把这个搬过去 但是我到现在 还想不到怎么搬 他说你少操心 两个就搬过去了 不会吹灰之力 但是做得他们很高兴 我们要使他们很快乐的工作 而不是很厌烦的工作 你就要把那个形展开来 他自然知道怎么去做 用不着你操太多的心 凡是直接了蛋 发号施令的人 都是造成对方一种 不愉快的感觉 这点各位好好去领略领略 我可以想象得到 我们不但要让员工自动自发 而且要让顾客自动自发 我们不但要让部署自动自发 而且部署也要想办法 让上司自动自发 因为大家一自动有什么好处 我们来分析一下 同样一个中国人 当他自动的时候 他是非常可爱的 中国人自动 最可爱是哪一方面 就是他完全不计较 他完全不计较 你看我们吃饭 从来没有讲好随请客 才去吃饭 没有 如果讲好随请客 随即吃饭 大家就会很为难 今天我请客 我们去吃饭 一坐下来 没有能好点菜 谁敢点菜 对不对 你点太贵了 他就觉得很奇怪 我已经说好 我要请客 你就点这么贵 你趁机放火 对不对 大家很尴尬 中国人什么话都不说清楚 就是要造成自动 就是要造成自动 西方人什么话都讲得很清楚 大家都不自动 所以我们长期来一直认为 你看西方多好 一起讲明白 一起说清楚 不要拆来拆去 各位从这个角度去看 我们说吃饭吃饭 从来不讲谁出钱 然后一坐下来 就开始在想 该谁出钱 总管都是动心思 不动嘴巴 那个有意要请客人 他自然会去拿菜单 就说这个好 那个不好 你就知道 他要准备出钱了 很清楚 根本不用讲 但他请得很愉快 如果一坐下来就说 老张 这次赶紧请 你试试看 他就说凭什么我请 为什么要我请 他就推散主事 当一个中文被动的时候 他是非常计较 他心里想 为什么要轮到我请客 你叫他请客 他回头就问你 那你有什么不请 你如果说我请过 你就更惨 你请过 你什么时候请过 你说那天我请你吃 你忘记了 他说各位评评你 那天只不过吃两碗红豆汤 就算了 不算 很奇怪 中国非常计较 结果他被动 我愿意请客的时候 我完全不计较 你要我请客的时候 我计较得不得了 你从这里可以感觉到 我要工作 我不计较 人家说这个工作很难 有挑战性才好 这个是没有钱的 人又不是完全为钱 他又另外一套就出来了 你如果强迫他之后 他就问你 有没有假扮费 怎么那么少 说清楚再来 不然我不动 所以同样一个中国人 有时候很计较 有时候不计较 你慢慢去体会 就是他处于自动状态的时候 他是完全不计较的 他处于被动的时候 斤斤计较 一个人处于自动的时候 有困难他自己去克服 他不会发牢 一个被动的人 他所有困难都需要出来 你看 你没有遭遇到这样的困难 你来解决 你解决我才去做 你不解决我没法做 推推 偷偷 很消极 不负责任 因为他被动 一个人自动起来的时候 他不但积极 而且自动发现问题 自觉解决 而且他不求个功劳 我没有功劳 这是我应该做的 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水也是一样 你让水顺着自然去流 他流得很愉快 你就要在水道上 跟他加上一些阻碍 你看他就开始叫了 就开始叫了 水流很辛苦的时候 他就叫 中国人就这样 中国人得到好处的时候 没有人有声音的 一勺一道 勺一困苦 他就鬼叫鬼叫了 我想问你 为什么中国人得到好处 他不叫 因为一叫大家都知道 都来分掉了 中国人最厉害 有好处 门声不跟气 所以你看吃饭 有一道菜很好吃的 没有人会讲话 然后赶快去夹 自己夹到差不多 就跟他吃了 然后他就抢 没有人会一发现就叫 没有 没有人那么笨 所以像这种情形 你慢慢去体会 你就知道 做一个人 聪明的话 你只要把那个形式 展开出来 让他就去猜 你到底要干什么 他就会自己来做 你看 我们从小就会猜 父母的心思 我们从小就会 一看 爸爸妈妈 传得很整齐 你不问也知道 马上要出去 这时候你就开始想 我要什么 对不对 因为爸爸妈妈一想出去 这个时间对我最有利 然后就开始闹 我要做什么 那爸爸妈妈为了要出去 好了好了 他就答应了 他穿的蝙蝠 你去吵 他就打你 他衣服都穿得好好 准备出去 你就要闹 他就说不要 没关系 我就找你 趁机要挟 你慢慢去体会 为什么我们对人性 有这么深的了解 就是因为我们跟水 非常接近 而水就是这个样子 当地形跟你安排好以后 水很自然就流过来 你不必会任何的心思 这个叫做事行之数 是是表示的是 行就是形状的行 数就是方法的意思 我们讲道 其实是涵盖数在里面 这是中国人了不起的事情 我是学哲学的 西方的哲学家 永远在象牙塔里面 因为他很多 不照顾到实际面 中国的哲学 一定照顾到实际面 凡是做不到事情 中文大概都不会说 所以我们体用 我们是兼顾的 有体有用 不分开 不分开 中国的哲学 他是随时可以用 才叫哲学 所以外国人批评 我们没有哲学 外国人看 我们是没有哲学 那严格讲起来 我们也真的没有哲学 我们只有道学 没有哲学 因为都是可行的东西 你看大家很喜欢讲修行 其实修是修行之行 修是学习 行是行动 你学了半天没有行动 就等于没有学 所以中文讲 道行道行 也就是你一方面要懂得到 一方面要做得出来 做不出来就是没有道行 招数是要有的 技巧是要有的 问题是理念 要能够很坚定 很清楚 这个比较重要 想办法 让员工了解你的意图 然后让他自愿地 照你的意图去做 这个叫做 试行之数 可是员工自动以后 他可能很缓慢 他可能不会那么 如期地来完成你的任务 你看那个水啊 当他能走的时候 他不一定很急 他可能缓慢的 可能很细水的 然后慢慢地流 你等不及啊 怎么办 所以就要第二个出来 叫做激流之计 就是让他水流得快 你要让他流得快 当员工自动以后 你要让他自动地快 所以你要去激他 中国人常常讲 请降不如即将 你请了半天 他会动 但是慢慢动 你一激 他就快 他就快 孙子他看到这个 大石头啊 本来是在水底下的 可是水呢 一流得快以后 大石头都会浮起来 连大石头都会浮起来 所以他就发现 激流 它的力量才会大 缓慢地流 虽然细水长流 但是效果不理想 所以试行之数以后 他进一步叫我们 激流之计 来加速效果 当一个团体 大家动起来以后 一定有少数人 还是充老大 还是耍脾气 还是有意的 我就是不干 你怎么样 这就是完石 它始终存在那里 你就开始用激流 把它整个也激起来 因为动员是不够的 要加上一个总支 叫做总动员 领导的好 不是动员而已 是要总动员 每一个人都动 不能只动少数人 固然企业是有少数人的贡献 但是老靠近少数人 不对 他要带动那些比较不行的人 多少做一点 我忍着多劳 我没有功劳 但是最起码 你们也要跟着动一动 少数人动 毕竟不如 大家一起来 好 当大家都动起来以后 你会发现 他可能一阵子 他就停在那里 他就不动 你看水有时候流到那里 他就变成一潭 一潭就变死水了 他可能不动 他不会继续往前面去走 所以我们把员工让他自动 让他加快以后 还要让他持续地动 持续 这整道生日平方 就是三个节奏 第一个让水动起来 第二个让他激流 让他流得快 第三个让他不断地流 不停地流 一直流到大海为止 一直到完成任务 你才能罢休 这个叫什么 叫做两面守法 所以我们中国人 老想两手策略 两面守法 其实这都是阴阳的道理 谁有动就有不动 东西有佛就有成 他是同时而来的 动的当中有不动 不动当中有动 快的当中有慢 慢的当中有快 你统统包含了以后 他就会持续 他就会持续 那么这个当然 又更胜一步 我们把这三个 摆在这里 一个一个来探讨 当一个主管 先事行 事行就是我下定决心 我要让大家自动 你不自动 你就退归 你自动 对你有好处 这叫做事行之数 然后呢 我就开始激流之计 已经自动了 让他加快自动 还没有自动的 诱导他自动 完全不自动的 想办法去动一动 最后 我就让他们持续 变成一种企业文化 变成一种企业文化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两面手法 两面手法 比较复杂 就是说我里面有赏 有发 我有 其实你说 你完全没有去阻塞他 也不对 我们讲不阻塞 他会有些阻塞 我们讲疏导 会有些不疏导 这个才妙 你完全没有地方 他这个水 就往很框的面去楼 那就是迷失的目标 那就叫迷失的目标 跑到最后 可能水都被泥土吸光了 就变成没有水 所以你还是要一些地方 然后你会诱导他去走 让他持续的往前走 这个水才会流到你所希望的地方 把员工 把客户 通通看成水 按照水性来诱导他 让他自动自发 不断加快 最后达到你所预期的目标 现在 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 四行之数 四行之数到最后演变成六个字 大家很熟悉 最前面的两个字叫做布局 布局 你把这个局布出来 布局是什么 就是我宣示我的政策 我下定我的决心 我们今年 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标 绝对不容许有任何差错 这个是一个总裁的决心 总裁一个人决心是不够的 因为那个行不够老 不够宽 那个水不一定完全受你的节制 大家都知道新加坡 它的行政很有一套 它是怎么有一套的 当新加坡的总理宣布我们要做什么的时候 你看他第二部就是各部的部长同时也宣示这个决心 这个是全世界没有的 全世界我总理宣布以后 只有相关的部长会讲 我宣示教育方面的事情 教育部长会讲 我宣布财政的事情 财务部长会讲 新加坡不是 新加坡总理宣示以后 各部部长都讲 就让老百姓不会怀疑 不会怀疑 他那个行就很广 而且很清楚 让老百姓知道 你非这样做不可 你不这样做 你就无路可走 这个叫做什么 全面的展开 你想想看 教育的事情 由教育部来讲 我们会认为 卖瓜的说瓜田 我们会认为你本位 你非这样宣示不可 别的部会根本不支持你 现在没有 财政部门也讲 军事部门也讲 哪一部分都讲 大家知道 这个决心是真的 不是讲讲就算了 总裁宣布 我们今年 所有的生产 一定要 全面的控管 整个流程 重新调整 财务部门马上出来讲 所有的预算 我们都准备好了 就要这样做 销售部门说 我们预期的 就是把我们流程调整好以后 我们会确保它 完全销售出去 那每一部门 都站在不同的部门 讲同样的东西 这是一个很完整的行 员工就知道 一定要这样做 不这样做的话 你会吃亏的 你会倒霉 他就朝这个方向去做 布局 把局布好了以后 要怎么样 要去造势 这个局做布好了 他水会过来 但是那个势头不大 水 是完全看势头大小而已 所以布了局 要去造势 造势什么 就是 每一个部门回去 我这话很重要 每一个人都要跟他 吃一集的人 去谈这件事情 经理回去 要跟他的几个客展谈 客展回去 要跟他几个的 主展谈 主展谈完 跟他几个主任谈 主任跟他领班谈 一层一层都在谈 他这个事就造出来 我们今天没有 今天总经理 召集会议 宣布你的决心 经理回去 闭口不谈 你叫他谈 他讲的真正有词 回去他又不谈 总统最聪明就知道 那都是显示 不是真的 只是讲讲而已 哪一天 我们开完会 所有经理回去 就会把他部门的 几个客展找来 说我们这次 一定要达成这个 客展回去 找他几个组长 我们一定要做这个 你看看 那个势头就很大 今天我们叫做什么 叫做葡萄串 就是葡萄要串起来 才是整体的 葡萄如果串不起来 一个一个单个的 就没有势头 中国人吃粽子一样 粽子先一拉 整串粽子都来了 一个一个串 一个一个粽子 没有多大的忍耐 事是要去造的 造了事以后 你还要小心去摆平 我们往往是 没有注意到摆平 因为事做出来 一定有高有低 有大有小 这叫做两面 这样就叫两面 这件事情 如果财务部门 觉得他有利的 他就比较讲的热烈一点 其他就比较冷淡一点 那总裁你看到这里 你就要去调整 要不然摆平 要不然他不平这名 他又制造很多问题 布局 造势 摆平 我们 要提高 生产量 要提高生产量 怎么做法 我们拿这个做例子 这总裁一看 我这个生产量不增加 我单位成本就会高 人家一天 做三十个 我一天只做二十五个 我怎么跟人家竞争 你能不能宣布 说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是一个月 一定要做三十个 能不能 不能 因为下面一定抗拒 大家不服 你凭什么一下要增加 你能不能说 人家做得到 为什么你做不到 他说人家是人家 我是我 人家机器很先进 我们机器很落伍 心里想人家老板很好 我们老板很差劲 你不是更倒霉 所以有时候 我们过分强制 其实是对自己很不利的 很不利的 就好像你去围堵这个水一样 他一定反扑 他一定想办法 要超过那个地方 应该每一次洪水来的时候 第一个目标就是要冲破地方 总裁 心里明白 我不增加单位时间的产量 我没有竞争力 可是你要知道 你不能说 你说没有用 你就开始去怎么样 去布局 布局怎么步伐 第一个 你会让财务单位 去算我们的成本 把成本的数字 显示出来 为什么我们成本高 什么道理 你心里已经很清楚 不能说就不能说 我常常讲 职位越高的人 你就要了解 你越不能随便说话 你说话就破局 那就叫破局 一破局 这个局就步不起来 你心里想的 要提高单位时间的产量 你不要去谈 中国人会用声东集系 你让财务单位 把我们产品的成本拿出来 然后让一级主管 各部门经理去分析 我们为什么这么高 分析到之后 他们会告诉你 我们单位时间的产量太低 这时候你要讲 怎么会太低呢 你再把原因找出来 是我们机器成就呢 还是我们方法不对呢 还是大家不够卖力呢 结果大家一跪纳起来 会告诉你 机器不如人家 你说好机器不如人家 想办法 我们更新我们的设备 大家说不行了 现在更新太危险 因为说不定整套都不能用了 马上有新的出来 我们不如 因为技术这个东西 不一定要顺序渐进 技术的东西是可以飘摇进的 你会发现 只要你把问题提出来 大家就开始自动去想 自动去动脑筋 你一有答案 所有人都不懂 都不懂 主管有答案 对自己伤害最大 你就让大家都被动 再来等 反正你有答案 你就决定了 你决定我们再来做好了 主管明明有答案 不要说出来 把它变成问题 到最后他们会主动跟你讲 我们就先用 现在的设备 暂时不要改变 我们技术就按照现在 我们只要把单位时间内的产量提高 我们就可以降低成本 这个局你已经布出来 你要造势 你说不行 这样做不好 这样做大家太累了 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子 所有干部都很感动 说我们这个老板 你看 他简直是无企 你看无企是完全在爱名如子的 你也觉得不行 大家又跟你讲行 不会太累 他们现在有的已经很卖力 有的还是不卖力 你知道吗 你说我不相信 大家都很好 你们不要误解他们 一定有 你又说没有 他一说又有 然后他们就众志成诚 说会这样做不好 你说那你们研究研究 跟底下人沟通沟通 底下人认为可行 我们才行 底下人认为不可行 我们还是不要做 他们那一股势头就起来了 所有人都去讲 谁敢说不行 站出来 下面都说行行行行 那个势头之大 这个时候你要去摆平 你不要用这个事 完全用到劲 用到劲 你下次就没有了 你说可以 我们就增加一点 不要一口气增加那么多 我们先增加三个 然后再增加两个 那最后就达到大家的愿望 大家就被你摆得平平平 工作起来一点不觉得累 还觉得说还可以万象提 还可以万象提 你说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爱名如子 是不是假装呢 答案很简单 你是假装的 就是假装的 你是真的 就是真的 你一定要真的 你这么可以假装 装文这个真假 根本看不出来 哪里看得出来 我是真的 我要大家过好日子 我要大家有竞争力 但是我不能 因为这样子 我就要逼大家 一定要卖命 我不可以 是真的 这哪里假的 大家人一卖命 第二天命就没有了 中国卖力 不卖命 大家思可而止 不能太累 否则我们灵和不要 这是真的 这哪里是假的 我们今天就是因为 老把这些当假的 因为有假的 各位 有道学就有假道学 我们受太多假道学的害 满口仁义道德 然后一肚子都是阴谋鬼怪 有 我们不要 所以为什么一个主管 你一定要有人的修养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不讲爱 我们讲人 你不发现 西方讲爱 我们讲人 什么叫做爱 什么叫做人 爱 它是有特定目标 人 是普世大众 你爱人只有一个 你不能爱人几十个 可是人 人人它可以对很多人 它可以对很多人 好好去体会一下 我们今天不知不觉陷入西方那种陷阱 那员工自动的参与 热烈的响应 然后他从心里头感觉的很快乐 你就是成功的 如果那员工啊 开始怀疑你 然后呢 又不相信你 他就不太愿意去做 他去做也是表面 那就没有什么功效 《宾四篇》里面有一段话 我们来听一听 要操纵敌人 一定要造成一种状况 使敌人自动自发的行动 老实讲 你又要他出来 他又不出来 你又要他怎么样 他又不怎么样 因为他怕说上你的当 你要敌人行动 一定要让他感觉到 他是自动的 他自己要做的 他做得很起劲 如果能够灵活地加以运用的话 敌人就会不战自败 我想这个很重要 我们不想打胜对方 我们只想他不战自败最好 最高的策略 不是我打败你 不是 而是你自己败 对方自己败 我们很省力 我们去打败他 很败力 所以中国人很懂得借力使力 一个会打人的人 是不用自己力气的 不用自己力气 所以常常你会觉得 中国人要打人的时候 你打我可以 力气小一点 不要太大 他说你怕打 不是我怕打 你打得越重 你越惨 他气得要命 哪里会是 中国人是这样 我打你轻轻的 反弹力量轻轻 我打你很重 我说手受不了 是我自己打自己 不是他打我 他才不会用力气打我 他拿力气打我干嘛 中国人很会用你的力气 打你自己 你可以去适合 西方人是我用我的力气去打你 中国人不会 中国人想办法用他的力气 打他自己 你是毫不回礼 冰事篇这一段告诉我们 我们要敌人自投罗网 我们比较轻松 如果员工都自投罗网的话 主管就很轻松 大家千万不也误会说 我们怎么老把员工当敌人 我们是把兵法拿来用的时候 那员工就是敌人的角色 他扮演的角色就是敌人 然后你去化敌为友 所有敌人最后都变成你的朋友 这才是最高兆 我们这里提出一个原则 赏小罚大 赏小罚大 小的功劳 你就要赶快去赏他 我们现在的错误就是 功劳那么小 你奖励他干嘛 你会发现 我们一向都是有大功劳 就有大奖赏 有小功劳 只不过一张奖状而已 然后中国人就知道了 我没有大功劳 我得不到大奖赏 所以这些小功劳我都不要 我通通不要 我把它累积起来 所以你才知道 中国人没有事就没有事 一有事都是谁都搞不了的 天大地大的事情 就是这样才有功劳 小事情就解决了 没有功劳 把它搁在哪里 让它变大 搞到最后谁都没有办法 然后我来 有大功劳 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你刚刚那个水已经走歪了 你不去注意 你让它一直往来走 把整个的都冲坏了 你再来 来不及的 来不及的 当水势很大的时候 你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 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我们一般的错误 好像进步 是要冬天才进步 其实进步应该在夏天就要进步 夏天进步 冬天才来得及产生小人 等到冬天才能进步 来不及 什么事情 中文看得很远 就是说还没有看到的时候 你就感觉得出来 你就可以事先去防放 然后问题就很小 等到看大的时候 都已经来不及了 都已经来不及了 这点也是提醒各位 要注意小的问题 它就没有大问题 你不注意小的问题 它迟早给你造成大问题 所有大问题都是小问题 累积累积起来的 所以以后碰到大问题 你应该问干部 怎么会搞到这个地步才讲 你们当初是怎么回事 你要提醒他 以后他们就会小心 小问题就去解决 不会等到大问题 但是因为你这个总裁是 只看大问题 不看小问题 那你会造成那种不对的一种现象 虚实篇里面 他又讲了一段话 让敌人依照我方的安排行动 不断地攻击 让他们认为对本身有利 不能让他感觉到对自己不利 否则的话 敌人就会停下来 不会继续攻过来 我们要造成敌人动 你一定要给他有利的条件 引诱他动 你持续给他有利的条件 他就持续地动 最后才会上大当 要不然他警觉性应该 他就逃掉 他就进去 他不来的 好 我把它说清楚一点 一个主管 直接了淡地 把他的意图说出来 当然可以收到一些效果 但是是小的效果 是短暂的效果 是眼前可以满足的效果 长期以来格局不大 利益不多 我们当一个主管 我当点有意图 我怎么没有意图 不然我当什么主管 但是我会把它隐藏起来 我把它变成问题 抛给我的部署 让他自己去找出路 让他自己去找出路 他们就会找出很多路来 我也不选择 因为我一选择他就被动 我只是在旁边 还让他们自己去选择 一条最有利的路子 我只是把它们整合起来 让他们会鼓成一股力量 如此而已 强制不如诱敌 强制永远赶不上诱导 刚才说我母亲的故事 其实很简单 我母亲自己是小学老师 可是她很懂得小孩的心理 我从小到大 没有听我妈妈叫过我一次 去做卓越 去读书 我从来没有 我相信很多妈妈都会教到小孩 赶快去读书 赶快去做卓越 只有我妈妈 从来没有 我妈妈只告诉我 小孩子睡觉最重要 早睡身体才会好 每次到九点半 准备啊 十点钟睡觉 我有一次跟她讲 我说我现在不能睡觉 她说为什么 我说我昨夜没有做完 我怎么可以去睡觉呢 我妈妈说 昨夜没有关系 睡觉比较重要 去睡觉 结果第二天 老师打我 没有打我妈妈 她是最厉害 然后我回来 根本就不敢出去玩 我们两个出去玩 赶快做卓越 你看多厉害 她就把那个局部出来 四照成来 我乖乖的 赶快做卓越 不做卓越 明天又玩一打 好好去想一想 你看往往我们很好心 最后是害了小孩 我们很好心 最后是逼得那个部署 很被动 她很不高兴 她很不愉快 这个不是好现象 当主管人 你要讲的话 由你讲出来 是没有价值的 你要变成部署讲出来 它就有价值 你要做的事 由你做出来 不过你一个人做而已 你让他们去做 他就做得很起劲 我想这是最高明一点 我想要改变这个产品的包装 我想要改变产品的包装 我不能用规定的 你们成立一个小组 把现在的包装 好好给我改变一下 因为大家都说太难看 没有用 他们很不高兴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拖拖拉拉 最后没有好的结果 没有好的结果 你改变一下 你把别的产品的包装 摆在一起 让他们自己去看 看完以后 你说 你专门批评别人的包装 你说那包装是什么 看他们怎么回答 他们如果是 他们不如我们 你才问他 你觉得他们不如我们吗 你是什么标准 他瞎坏了 他赶快改口说 不是不是 我们不如他 然后你说 你怎么知道你不如他呢 他被你搞得 简直是没有办法的时候 他就开始去想 他就会去想 这很有意思 那个水也是这样 你一回这样 一回那样 然后他自然会整合 他自然会整合 你看水流流流 流到最后 同样合在一起 流流流分开 所以中国人会体会到 天下大势 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从水里面领略出来的 水如果老走同样的路 那他就照不高 照顾不了其他的地方 他分出去 照顾更多地方 合起来 造成更大的事 走更远的路 又分出去 又合 这样对人类最有利 我们要有些诱因 英文叫做incentive 要有些诱因 诱你的员工 很起敬的自动自发 那我把它说清楚点 我们刺激对方的心情 我们是用刺激对方的心情 诱导他产生自动自发的行动 我可以看及他 能够靠对方 感动